我昨天看了一个医生啊 我觉得他也是蛮神医的 有一天他女朋友都跟他分手了 因为他跳脱不了那个角色 回到家里一直在吃芝士 一直在吃方法 他以为他是老鼠 我在吃早饭 生菜猪肉片粥 刚刚吃了一个苹果银 现在是早上十点 因为今天早起 是因为九点半刚刚开了个会 现在又可以休息个一早上吧 我这几天又生病了 所以 那我现在就想着 反正不要错过想录东西的时候 有什么想分享的 有什么想说的 就赶紧说了 不是说我生大病 但是就是 就是 有时候尤其是晚上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晚上 那你睡不着 昨天晚上四 哇塞 四五点 五点才睡吧 睡不着的时候 你真的是 哇各种 思绪各种灵感涌上来 但是又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我想着无论怎么样 就先录嘛 然后用不用怎么样 然后 肯定样子很丑 无所谓啦 嗯 现在想到的就是 我昨天看了一个医生啊 我觉得他也是蛮神的 一看他就有点像那种 不仅仅是普通西医 好像有一点那种心灵法啊 还是 也是有一点 就是 嗯 相信的哦 很多外国人也像什么阴阳啊 这种 然后他昨天就跟我说 走的时候 一直给我说 他说 你看在家里可以买个 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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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了很久 我一直盯着他那个电脑台看 哪个VAP 哪个VAP 他说啊 那个可以研究发明啊 证实可以啊 对人的免疫力啊 干嘛干嘛会好啊 也不会那么容易生病啊 病毒病菌啊 什么的 然后我一直说 因为以前我可能就忽悠过去 我说走了啊 好谢谢你 那我昨天我就跟他说 在哪里 然后他就 他就给我指了一下 是他看诊的那个 医生椅的下面一个角落 然后 然后那个角落 然后那个角落呢 就有一盏那么小的灯 然后 他说 VAR不是 杯子的VAR 是那个绿色 真的是 买一个绿色的灯在家里 然后那个 他家的那个灯就那么小 放在底下 根本就看不到 从头到尾 没有看到 可能 是不是他看诊座的时候 正好看到 不然我不知道谁 或者走在哪里会看到 而且他的绿色就真的是 也不是LED的绿 他只是 好像外面套了一圈 那种绿色的 滤镜 然后我就想 也很丑嘛 而且他诊所也很小 进去等的时候 没进过去那种是 WeClose 就是完全封闭的 然后那么窄 只够一个人塞进去 然后看到前面 就是一个衣柜 挡着那么窄 一米半吧 然后这么窄的地方 一般探诊的话 如果你好几个人等 你是受不了 每个人是面壁 这样子 这么窄的一个地方 面壁 然后等着他进去嘛 还好走进去我一个人 而且他在里面 很快就让我进去了 然后进去他里面 是一个很小的室友 哇 那个厨房是在用的哦 满满的 就你感觉 就我最后觉得 这个医生 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反正在我住的城市 沙红洞这里的 然后 我觉得我是愿意再回去 但是他就会 也会讲一些 也不是说很心灵的东西 但是他就会讲什么 或者给我量一下 量一下那个血压什么 他就说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哎呀你太多担忧的东西了 又干嘛干嘛 感觉我有 感觉我有 stress 就 压力焦虑 然后就说 所有的这些什么 小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能量啊 当然影响你的能力 这样子嘛 然后 然后又说你怎么一天 你生气多少次啊 然后你会发泄在 发泄出来 还是会就是 留在自己身体嘛 因为他可能也在挖掘我 为什么 我没有被传染 我就自然自己这样 嗯 很严重的 嗯 这个咽喉咽 然后这个后面发烧 少掉38度7嘛 然后我身边也没有被我传染 就明明白白的 就真的是自己 嗯 自己弄出来的一个 一个 一个感染 就有点像我之前得了COVID 我也是没有COVID的 那种普遍的现象 咳嗽啊 干嘛 肠胃炎啊 还是说 嗯 没有嗅觉味觉吗 我这些全部 有一点咳嗽 但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 我就发烧 我上一次就发烧 发了整整 七天嘛 十一月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也是 嗯 不仅仅是吃止痛 啊 的退销药嘛 我医生后面 当时是我的主诊医生 我的家庭医生 然后他还是给我开了抗生素 然后吃两天就真的好了 才好 嗯 因为验血丹也写了 就虽然我有因为对抗 那个COVID的那个 有一个机制嘛 然后我有一个 血的容量就偏高嘛 但是我还有一个是因为有感染 那有感染的话呢 就是也要吃抗生素嘛 就我身体还是挺特别的 人家就说你那是什么医生啊 为什么COVID要吃那个 明明就是病毒性的 就自己免疫就好了 就不需要什么 嗯 但我现在还是谢谢我原来家庭医生这么 他就撞对了啊 其实我家庭医生还蛮水的 他就撞对了 好我讲一大圈 反正昨天的那个医生 其实我觉得能力来讲 也比我家庭医生好 而且我现在搬家了嘛 就他在我这就很近 我走过去四分钟 然后呢 他又比较年轻一点 他说他自己说的 他说好像比我长十几岁嘛 反正昨天也讲了蛮多东西的 他还蛮空 嗯 所以我就感觉 如果跟他的话 肯定比我现在家庭医生 比较可以来得长久一点 好他还有个贴心的是什么 哦对 他说我的那个 那个 Golère 是 Golère 是 在干嘛 我就说 讲一讲 我觉得是有 有很多不爽的东西 但嗯 大多不是因为生气 而压在自己心里 可能还是一些 很多别的问题 嗯 最近 我在思考 嗯 一些家庭的问题 一些 嗯 工作上方向的问题 挺多的 但我就觉得不是 他问我的这个 生气的问题吧 然后 然后我就后来就说 嗯 也不对啊 我说我上戏剧课 我就会 就是会表露出来 就会发泄出来 然后他马上第一个反应 他就说啊 戏剧啊 很好啊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有个病人啊 他是 那个 做迪士尼的 那个 米奇的 那个 可能是油 油园 对比列的时候 他会来吧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有一天 他女朋友都跟他分手了 因为他跳脱不了 那个角色 回到家里 一直在吃 芝士 一直在吃 他以为他是老鼠 哎 反正我觉得 我老鼠 这个医生也是蛮逗的 但他还是蛮细心的 我刚刚你们应该看到 我就放上去 他会给你写 你吃 这个药 你这个几点吃 这个又几点吃 这个 你会 困哦 吃这个会比较 哦 不对 这个比较 boost day 就是 让你醒 让你要早上吃 然后这个 可能过敏的 然后他就给你写 晚上六到七点吃 这个就 现在我们已经几点了 所以你第一颗 你一下午吃 明天开始早上 一颗 晚上一颗 干嘛干嘛 但他给我开了非常多药 就很多抗生素 喷鼻子的 都是抗生素 你看看 他说 哇你个很厉害的烟炎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 真的老实讲 痛苦了好几天了 我是周四开始发病 我周一才去看 我真的疯了 但我这个人还是对 尤其是这个 C'est clair 好吃吧 然后他有个牌子叫 C'est clair C'est clair 这个 非常的奏效 就一吃我整个人松了 哪怕我昨天晚上睡得超差 然后 流汗流到我 拖完一个再拖 拖到裸体 然后最后就觉得很难受 又起来 而且四五点才睡着 哪怕是这样呢 就不会再发烧 再干嘛 因为这个 抗生素 对我来讲 就非常中小 好了 我要吃粥 我都讲一大堆讲了 十分钟 有记录就好 谢谢大家 很快再见咯 拜拜